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张静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刚刚闭幕的北京福贸会 虽然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虽然国内疫情防控仍有反复 但全球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服务贸易展会 还是成功的在北京召开 截至9月7号 7364家境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 共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 这次北京福贸会上哪些内容最吸引人 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会展一线进行的调查 今年的福贸会首次设双会场 北京首钢园区是举办地之一 走进首钢园区 料仓 泵房 冷却塔 焦炉 烟囱 一股浓郁的工业风扑面而来 福贸会的金融 文旅 服务 教育 体育 健康卫生 等8个专题展就分布在园区的10多个展馆里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的展馆里人头攒动 以冬奥会工程为核心的绿色低碳建筑 成为本届福贸会上的亮点 一个是对资源节省 再有一个也是对工程质量的保障 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在这个展台 冬奥场馆和冬奥村的独特设计 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 从永迟到正式的奥运场 这个赛道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完成 第两次测试赛了 兵立方冬奥会冰湖场馆 兵立方冰上运动中心 武科松冰上运动中心 北京延庆冬奥村 等多个冬奥工程 都是这家建筑企业成建的 这位负责人介绍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 冰雪经济变得越来越火热 我们在西南也建设了 这个目前西南地区 也是世界最大的 这个室内滑雪场 而且我们也在这个西北地区 建造了最大的雪溪液项目 在福茂会现场 来自海外的多家客户 对冬奥场馆建造技术 非常感兴趣 特别是这个还有俄罗斯 还有伊拉克的一些外国朋友们 也向我们咨询 这个冬奥项目的一些 场馆建设的一些内容 他们也感受到了我们一些 在绿色建筑 绿色建造 智能建造 构建筑工业化一些方面的 这个先进理念和技术 这个他们这个也 表达了很强的合作欲望 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主场馆 冰立方 是绿色节能建筑的代表座 在冰立方的南广场地下 正在修建一个全新的 冰上运动中心 供冬奥会配套使用 这个冰上运动中心 共包含一个冰球场 和四条标准的冰湖赛道 基于绿色搬奥运的理念 在设计之初 整个冰上运动中心 便采用超低能耗设计的 设计方案 我们的所有的冰场的 采光系统 是通过一个直径13米的 大的采光井和19个导光馆 将自然光引入室内 每年的话节约的电 达到了26000度 相当于一个家庭 10年的用电量 作为建筑公司 虽然已经玩转了钢筋水泥 但对于造冰场 的确都是丛林开始摸索 由于冰场是以水 作为载体来进行经营的场所 因此冰场最为关键的一项 就是防渗漏 水变成冰的过程当中 造成体积的膨胀 会把整个的冰场的 混凝土都掀开了 这样的话 整个的冰场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使用了 经过十个多月的走访 在研究了国内外 不同类型的冰场后 木俊林最终推翻了 原本六层混凝土功能层的设计 将冰场混凝土的功能层 增加到了十层 现在站在这儿 表面上是一层 平平无奇的混凝土 但是它内有乾坤 在它您的脚下 是有多达十多层的功能层 每一层的功能都不一样 我们针对防水路这个问题 设置了多达四层 不同材料的防水层 第二个就是咱们表面的这层混凝土 它有一个抗冻容的作用 它可以有效地抗击200次的冻容 所谓的冻容就是冰化水 水化冰的这个极大的温差的这个过程 200次以内都不会对 混凝土的性能产生任何的影响 眼下冰商运动中心的建设 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预计将在十月份 冬奥会测试赛期间 和冰立方同步启用 冰立方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 水立方变身而成的冬奥场馆 经过建设者们的精巧施工改造 这里将成为国内唯一一个 同时具备冰上和水上运动服务功能的 双奥运场馆 比赛大厅中间 搭建一套可拆卸的制冰系统 水立方将同时拥有水上功能和冰上功能 将来冬夏秋三个季节 水立方将用于水上活动 冬天则变身为冰立方 用于冰上活动 把游泳馆改造成适合冰壶比赛的 冬奥场馆 这是世界首例 在泳池上搭建冰壶赛道 还是属于首例的 因此我们这块在前期也是并没有太多的可借鉴的内容去做 没有经验借鉴 孙德远和团队决定自己做 首先在水立方场馆内 选好合适的区域 然后放空池水 用140多吨钢材在泳池底部搭建其支撑冰壶场地的结构 随后 塞用大约1500多块混凝土板块组成冰壶比赛的场地 而为了确保搭建起来的冰面能有相对较好的平整度 在孙德远他们搭建的这个平台上 板面之间高差必须控制在6毫米以内 为了保证我们冰面的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平整度 我们对于支撑结构的高差要求控制在毫米级 非常高的标准的一个平整度 在孙德远看来 底部的混凝土板面起着基础作用 一旦无法做到平整 将直接影响接下来的制冰环节 但对于从没接触过制冰的孙德远来说 工程建设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整个我们要铺设的这个移动制冰体系 我们最后的所有的这些设 就是设备的选用 以及铺设的这些方案 实际上当时我们这些都没有见过 根据冰壶比赛要求 冰面温度要控制在零下8.5度左右 路点控制在零下4度 才会保证冰面不结霜 而在冰面上空1.5米处 温度要控制在8到12度 距离赛场较远的观众席 温度则要控制在16到18度 确保观众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下观看比赛 而水利方原本的优点 则会直接导致冰壶场地的冰迅速消融 同时也很难控制不同区域的温度 改造过程中 孙德远他们在水利方里设置了4000多个传感器 用来控制和监测场馆内的温度 10度变化 基于智慧调控的系统平台 它可以将我们的制冰系统 厨师系统 空调系统 有效地整合在一起 进行联合的参数调控 来实现我们最后的冰场质量 水利方直接切换到冰利方 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智能化技术 实现泳池和冰场的转换 再过几个月 这里将迎来属于中国的冬奥时刻 2022年2月份 正式的比赛是我们最后的考试 这充满了挑战和期待 位于北京延庆的冬奥村 此时也进入最后的测试交付阶段 冬奥村将为运动员和随队人员 提供1686个床位 负责冬奥村建设的团队 正在调试每一个房间的水 电 通调 整个冬奥村在建设过程中 也采用了超低能耗工程技术 首先就是保温技术 以客房为例 一个是咱们采用的形材框 跟咱们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 传统的做法 可能就把缝采用咱们水泥沙浆 进行一个塞缝处理就解决完了 但是在超低能耗建筑里面 它这个形材框和主结构之间 是要做一层这个仿生木进行这个断热桥的一个节点处理的 也是相较于咱传统这个门窗 有更高效的这个节能的一个效果 音波告诉我们 去年冬天他们就做了测试 假设使用传统门窗 热量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 就会传递到十万 而采用这种建筑技术 温度传递的过程就要两个小时 有效降低了能耗 音波告诉我们 冬奥会结束后 延庆冬奥村也就将会转成旅游度假村 冬奥村赛后是要转化成这个旅游度假酒店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综合了赛时的这个建设 与赛后运营的一个结合 来最大程度的展现我们冬奥村 这个绿色班奥绿色建造的这种理念 未来冬奥村是这个 以旅游滑雪度假酒店 来进行赛后运营的 在福茂会现场 除了绿色智能的冬奥工程引人关注 最新款的造雪机和造冰车 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马上咱们国家就要举办这个中奥会了 在咱们国家举办也是非常一个荣耀的事 所以我也是对这方面也是特别的关心 特别感兴趣的一个 这次来呢还见识不少 对这个有些这个设施啊设备 还是感觉比较新颖 这款设备呢是现在全球最新款 在这高温时候出血量非常大 适合咱们北京北京一南的地区 正在给大家讲解造雪车的人名叫吕盛明 他难掩心中的激动 原来二十多年前 他曾经就在今天福茂会的场馆所在地 手钢工作 是一名机械修理工 后来跳槽到了这家外资的冰雪设备制造企业 今天重回手钢源 他不仅感叹 二十年间中国在冰雪市场方面的巨大变化 随着冬奥会的筹办和举行 预计到二零二五年 中国将建起八百多家冰雪厂 因此吕盛明所在的冰雪装备公司 格外看重中国市场 为了这次福茂会的展示 他们早早就做起了细致的准备 福茂会正式开幕前 这家造雪公司 意大利总部的亚洲区销售总监Michael 每天都会和吕盛明开视频会 他们不断细化福茂会上新品展示的细节 从全球来讲 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的中国市场是最大和最成功的市场 这家总部位于意大利的冰雪装备公司 曾经承担过六届冬奥会的造雪建设和赛事保障 目前正在为北京冬奥会所有雪上场馆 提供造雪设备和系统建设服务 在位于三河的测试台 我们也见到了即将在北京冬奥会上使用的造雪机 接下来冬奥赛区需要几百台这样的造雪机 协同工作 赵冬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开发的冬奥赛区远程控制系统 即便冬奥赛区的地形再复杂 设备之间相隔距离再遥远 只需一台电脑就可以将所有造雪机设备连接在一起 清点鼠标就可以随时启动 这个是我们全自动造雪系统的一个控制软件 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台造雪机的图标 我们现在就是用它然后来做一个测试 眼下整个冬奥赛区的场地建设已经基本完成 进入最后的调试冲刺阶段 赵冬和同事们接下来就要进驻延庆冬奥赛区 对造雪设备进行现场检修维护 研究区域的话一共是有170台造雪机 分布在五条雪道上面 我们要进行一个一个的检查 确保它的功能一个正常 吕胜明告诉我们 他们还打算在中国建设更多的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 今年的福茂会 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 在福茂会国家会议中心展区 数字服务专区也成为此次福茂会上的又一大亮点 福茂会现场人头传动 在线上在云端 福茂会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在京东展会云的展台上 工作人员点击屏幕 带着我们进入了线上福茂的会场 目前来说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的参展商 然后在线上平台搭建了自己的展台 大概总的展台数的话可能有大几千家 整个福茂会期间有200多场可以在线去直播 然后今天的话也应该也有大几十场 作为一款数字服务产品 京东云为此次福茂会搭建了线上平台 不仅商家可以在平台上建设自己的展厅 福茂会期间各种峰会论坛也可以在平台上直播 商家也可以随机通过平台进行直播 当商家和客户有合作意义上时 还可以在平台开辟的线上谈判间进行洽谈签约 在整个平台上面的数据安全以及私密性的一些保障上面的话 我们做了一些以下方面的一些尝试 发一条信息我可以设置对方越后 比如说对方看了之后 比如说10秒30秒或者一分钟 然后我这个信息自动收回 然后确保我信息的一个私密性 然后另外的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还侵用了这种防止截屏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发一条信息给您 您结了一个手机截屏 我就会收到一条通知说 对方已经对这条信息进行了截屏 然后就是确保这种信息的安全性 为了保障线上福茂平稳顺畅安全的举行 会场外京东的技术团队提供了24小时全天候的技术保障 今年京东云再度为大会提供数字化的技术支持 和运营服务保障 对于做好福茂会的技术知识 我们非常重视也很有信心 今年的线上福茂会 除了线上展厅陈列 云会议和云洽谈是最大亮点 我们在这个福茂会平台上中 我们云会议提供200件云会议室 最高可支持500人的在线一个视频交流 对于洽谈间 我们线上支持5000个洽谈间 张鹏介绍 采购商在福茂会官方网站登陆后 如果遇到心仪的展品 可以随时发起云洽谈 与展商进行文字语音视频沟通 因为福茂会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型的展会 那么我们的平台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支持 例如我们是欧洲 非洲 南美 北美 澳洲 我们其实都是可以支持的 洽谈间上我们还支持中英的转益 福茂会上众多云会议云洽谈 京东的技术团队究竟如何保证参展商和采购商 双方谈判和交易信息的私密性和安全性呢 这个私密性和安全性呢 我们这边是用通过多层安全协议来实现的 例如说您要运送一个包裹到家里去 那这个时候呢 首先您再拿到一个钥匙 那这个拿钥匙的过程就是一个登陆过程 那你在钥匙去开门的过程 就是一个验证的过程 假如说别人拿到您的钥匙 进到您家里去之后 但是呢 他要想看这个包裹的东西 还需要再开一道锁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包裹上又加了一层安全协议 要看到这个包裹的内容 就得破解这一套安全协议 那这个代价和产品是相当高的 本建福茂会 纯线上参展企业达到4969家 同比增长60% 此外 线下参展的企业中 目前已有六成企业 入驻线上平台 在福茂会线上平台 当交易双方有签约意愿时 也可以在线上进行电子签约 展商和客商之间形成这种 这种订单之后 然后进行这种线上的电子签约 我们的电子签约的话 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来做的 而且我们的这块的话 数据的话是经过北京互联网法院 以及广东互联网法院的一个认证 确保它跟线下的这种指质合同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然后保障那个展商和客商之间的一个权益 眼下新冠疫情依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 2020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 为2947.6亿美元 同比增长8.4% 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44.5% 成为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 数字化的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形态 未来贸易发展的新引擎 万众云集 万商汇聚 时隔一年在全球疫情起伏反复 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形势下 服务贸易再次举行 彰显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信心 服务贸易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今年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机构 报名参展参会 510家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 七十余家境内外企业在服务贸易上发布了 碳中和 金融科技 医疗健康等方面的 新技术 新应用 新场景 新成果 最特殊的日子 最醒目的成绩 见证了北京服务会 正成为推动国家对外开放 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新窗口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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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